中美上週五互相加徵關稅 貿易戰再度升級 美國白宮在週日表示 總統川普後悔沒有宣布對北京增收更多的關稅 週一 川普在七國峰會上還透露 中共官員連夜聯繫美方 希望重回談判桌 上週五 中共宣布要對價值750億美元的 美國商品徵收報復性關稅 七小時後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 對5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關稅全面上調5% 中美貿易戰再度升級 週末在法國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期間 有記者詢問川普與中共不斷升級的貿易戰 是否會重新考慮 川普說 也可能會 我對每件事都會重新考慮 白宮隨後發表聲明說 總統的話被誤解了 總統並不後悔徵收新的關稅 唯一後悔的是沒有對中國商品徵收更高的關稅 8月份的時候曾經傳出來說要把一些關稅推遲 那麼似乎給了中共一個喘息的機會 白宮已經明確的說清楚了 其實川普總統後悔 沒有把後面這3000億美元的關稅直接加到15% 中共上週五提高關稅的舉動非常突然 而且選在美股開盤前突然宣布 導致道琼斯指數下跌623點 前一天 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才向美國媒體表示 美中進行了富有成效的電話交流 並準備在9月舉行新一輪會晤 而在川普應對中共報復 宣布進一步加稅後 中共黨媒《環球時報》又發表文章抨擊美國 並聲稱 不管美方如何表態 中方底線不動搖 《新華網》也轉載《環球時報》的文章聲稱 時間在中方這邊 中共已經基本上放棄談判 所以川普的這個講話 他也在暗示他的立場可能也在改變 就是說他也在開始認真的考慮 中美之間沒有達成協議的可能 所謂的這個底線不動搖 其實就是以拖待變 他們現在估計寄望於最後一顆救命的稻草 旅美時事評論員田園博士分析 首先 在過去的60年裡 現任總統沒能連任的只有老布什總統 其次 美國的經濟基本面非常堅實 7、8月份的零售數據顯示消費者的信心高漲 另外 美國兩黨和主流民意 在對待中共的態度上高度一致 這都是有利於川普連任的因素 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週日表示 在和中共打貿易戰的問題上 川普一如既往的堅定不移 9月1號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決定沒變 另外 針對川普說 回應中共報復會考慮所有選項 姆努欽補充說 選項裡可能包括根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使用總統權力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一旦這個法案實施 對中共的打擊是致命的 權終止所有與中共的外匯交易 等於把中共徹底踢出美元接算體系 那麼那些關係到中國經濟命脈的大型企業 都將受到致命的打擊 同時呢 川普他還有權凍結中共持有的美債 而且美國的企業也將再無法與中國進行任何交易 只能全部撤離 不過 川普周日表示 他目前沒有考慮動用這一法案 周一 川普在七國會議講話時還透露 中共官員連夜跟美國高級貿易官員聯繫 說希望能回到貿易談判桌前 兩國將再次開始對話